是把它從某個範圍 這個地方 我們的範圍是在甲斑裡面的 I I欄裡面的第1列到第13列 那我們直接拿它來排序 可是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一般性的 可能這個清單不一定是在Excel 而是在Database資料庫裡面 或者現在有比較多可能從雲端上面 low一些資料下來 那一般資料庫或者是雲端上面的東西 通常會暫時先放在正列裡面 放在正列裡面 然後再來排序 所以假設啦 你需要low資料 先把它放在正列裡面 再來排序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所以第1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不過也還OK 裡面要注意幾件事情 跟剛剛那個正列的方式 有一點點相同 不過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 剛剛宣告正列的時候 刮斧裡面是空的 那也就是說 這個如果我說你今天 是不知道說 總共會有幾個資料 幾個正列 就是幾個字串 要放進來的話 你可以先給一個 刮斧 因為我不知道總共有幾個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知道總共有幾個 你可以先放 假設我確定是13個的話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這個長度 你也可以用偵測的嘛 就是說偵測到總共會有 比如說到第幾列 那你有個數字 你可以先放 這有點像是 我今天要隔間啦 我先隔成幾間的意思 先宣告告訴他13 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將表格的資料 這所謂表格就是剛剛這個表格啦 在I欄 裡面的這些資料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些資料 或者是可能這個資料在資料庫 或者在雲端 那我要怎麼樣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mysheets這個正列裡面 特別注意喔 一樣 for i 等於1到13 那也就告訴他範圍 那因為呢 這個順序部分的話呢 一樣就是說呢 我剛剛本來是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去抓到 假斑的 假斑的 i欄裡面 那我一樣暫存在x 不過第一個 抓過來 第一個抓過來就是乙斑嘛 那乙斑先暫時放在x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放到mysheets 特別注意喔 先放在這邊 然後擺進來 他這邊裡面呢 因為i預設只是 第一個嘛 那就放在這個正列裡面的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所以 這個回圈裡面主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 這一個 資料 這個資料 放到 記憶體裡面 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 正列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表格清單 好 那我放到這邊 其實大部分會用到這個 就是配合資料 跟雲端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這樣 因為暫時有個地方可以放嘛 不然的話呢 你要放哪裡呢 當然你也可以放 Excel啦 不過有的時候Excel 你也不知道放哪裡 該好的時候 那你就放在正列裡面 會是最好的 解決方案 再來 就是配合什麼 其實就是把上面這一段 程式 拿下來改 那因為我要排序嘛 所以 特別注意 把第一個 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最後一個 那其實就是 有沒有 我們剛剛After 或者你可以把它改成Before 然後Shit 這後面改成I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從 第一個 到第13個 它就會一直一直擺 所以這兩種方法都可以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我設個中斷點好了 中斷點是在這裡 因為